不要说那些了 去到这个时候 既然只剩8分钟 就当然是我卖东西的时候 因为是星期一 好了,回来 出相了,轮卖order 卖东西 各位,我真的越卖越好卖 上个星期我不要说几个版 其实那个企业跟我说 他现在还是没有赚钱的 我不管他了,他没有赚钱就去的事 他愚蠢 我最恨这样的 你说完一次,我帮你,加价 你原来又跟我说 那次是在赚钱 现在又不赚钱 为什么你不跟我说 你不跟我说赚钱的选 我问卖点 那些朋友仍然699 吃过就知道好东西了 上次我的老朋友订了一盒 因为我订多一些货 他说还有没有多一盒 我说有 他说他要给我 我们吃得这么多吗 他说我很喜欢吃的 我们家人难得你喜欢吃 其实呢 我就不卖那只厨 如果有兴趣 你们说有些人 竟然说这样也试一下 因为我的供应也不敢卖 其实我敢卖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敢卖去订货 有一只极上海胆 一板2,800元 你想想现在这些699元 699元 我也要买2,800元 外面就全部是2,300元 我这么想 我真的想试一下 但是 大家不要问我订货 我们订货699元 已经是吃到 你都会把你舔 我现在怀疑我们平时外面的吃的 是臭的 那听你说 如果我为什么要买 是不是699元 买2,800元 哇 是啊 如果你为什么要买 是700元 买2,800元 我输钱给你了 因为我没有说到这么多 如果拿到这样的 开心价 但是一定要上来买 上来订 699 如果现在订的 8481 1079 8481 1079 订海胆 这个是陆罗获的 第二章 章龙卷198元 即是200元 如果浪仔今晚 浪金牌上来是多少钱 159 9个多 160元 如果是银牌 现在已经是一定的 180元 你也省了十几元 只省识鉴记你 如果你用了几十元 坐车上来 啤梨频道订货 就肯定要订货 十样八样东西 不然你要输钱 得不尝失 不过最重要是开心 就是 拿到一些食物 一家人开心 吃饭 慶祝 浪仔 专金大人 现在我们浪哥 去吧 不用说了 上星期 上星期 其实八爪鱼 有些朋友到现在都没吃过 网友Mac说他一次吃了半只 好吃到 一次吃了半只 八爪鱼 是很好吃的 但是一次吃了一个人吃吗 是的 可能会买一只 吃到停不了口 停不了口 上次我们吃 我告诉你 下次我拿一只给你 你拿回去你不要这样吃 斜片 和你老婆和家人一起吃 多些人说要开派对 他真的停不了口 要叫几个一起吃 开心 很好吃的 三百八十八元 分分钟 当然是三百元左右 我也是输钱的 如果八爪走 不要紧 去 最重要是开心 再看 再上 如果他们说不要紧 我现在要订 要多一点钱不要紧 那就完价了 没所谓 没办法的 好了 大堂嶺土 说真的 我有个同学 叫他一班同学 他拿完我们大堂嶺土 接着他特地出去买其他 什么 春日居 就是50元吃 他说真的 我这只最清最甜 那是不是要清到甜到 成舊水一只呢 你自己考虑了 人都小了一小 为什么呢 我昨天展发 看到北京水蜜桃 个样子差不多 二十元四个 即五元一个 我们是成舊水一只 但是人都小了一小 我买得很好的 如果明天你们上来订 拿金牌 八折我真是糟糕 就是六舊水 就是四百八一盒 我真是糟糕 去嘛 没所谓的 我现在的心 我现在开始觉得 希望张家朗说 不会的 好 虾就不用说了 我这只虾就是出位了 我那天在想 究竟我这一世人 有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虾呢 我真的想不到 他肯定是最好吃的虾之一 我经常介绍的网友 有些网友说 我吃过很多盒的了 因为我们真的买得很好 特别是蟹没了之后 这个虾 没了 这些又是 又是Party Goose 去去去去去去去 有网友说 如果中国队拿不到牌 有没有折话 这样不行 这样太多折了 一时有这个牌球袋 一时有女竹 一时又怎样 那我真的太多折了 不需要做生意 要我们折腾 这个公旗黑毛和牛 不知道是否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卖 之前我们一个礼拜买几盒 两盒三盒 现在真的卖到没货 不过幸好 我明天就回货了 喂 其实真的很好吃 我可惜我老爸走了 我儿子又不在香港 我老母又不吃牛 我老婆又不吃牛 否则我真的很好吃 放一旁 真的没得撐 OK 如果599 他拿个牌 即6个水 又是488 我又是输钱 你告诉我 488可以买到 公旗内阁总理大臣 不想受赏的黑毛和牛 而且跟大家说 是一天而已 可不可以星期四 星期三啊不行 不然我只会输 我糟糕 是一天而已 OK 再去 好了 老实说 你们一定要有耐性 这个就叫做 甲吞翅 蒸都没吃过 上星期我很愚实地说 他是跟红烧翅不同吃法的 你问我 我自己都喜欢红烧翅多些 其实是隔眼云的 其实是隔眼云的 我又想 他又有的好吃 真的很冷静 虽然我买599 但是其实已经是平通戒 上网上看是买多少钱 那如果明天 即是千万一四八八 是只此一天而已 只此一天 明天还要是金牌 如果是银牌 就九折 都算够意气 其实刚才我讲多了 我本来想说 金牌是九折 银牌是九五折 但是算 开心 OK 这个叫甲吞翅 先学神针 很冷静 只此一天 明天 因为我不喜欢做折扣 因为做折扣之后 那些东西卖不回贵 但是这些很特别 一天而已 再去 接着就要紧要了 我真的要慢慢讲 没错 看看放大一些照片 这就是顶级猫山王 我连板也未到 明天才到 就已经是卖到这样 为什么 这是信心的保证 因为我有些网友 到处买了 任何不同品牌的猫山王月饼 都一致供应 啤梨哥卖这一只 真的是最好吃 而且不是好吃 少少 是好吃的太多 个个都吹的 又后皆碑 今天是我们第三年 也可能是最后一年 为什么 因为明年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事 可能你们被抓了 对不对 好了 这个猫山王月饼 究竟为什么这么好吃 第一 我们是用马来西亚 最新鲜的猫山王肉 而且是冠军级的 不是冠军级的肉 只是拿冠军的那些猫山王 第二 我们猫山王的肉的含量多 第三 我就真的只能够悲而不酸 不能够讲 OK 硬要讲的 为什么那些皮特别薄 为什么冰皮 为什么吃下去 零死新鲜 口感那么细 是这么好吃的 正吃过的 你就明白 其实有些朋友说 想饮的吃得好 好吃的 就像吃过猫山王本身 OK 我要推介一下 大家计算一下 上面 最上面 就是四个桩 四个桩 50克一个的小月饼 其实那些小是否可以一口 还是要切一切 小的其实也要切一切 因为那些一口 也是要抹得很大 很噁心的 不是太小的 大家留意一下 是50克四个 多少钱 228 好了 中间那个 就是8个桩的50克 就是刚才那个一倍 这个也是最好买的 338 但是你再留意一下下面的 是145克四个 145克四个 就是580克一盒 那你对比起8个小的 其实都是5中40克 148克 它多了180克 你计算的价钱 其实呢 大那个可能还值得一点点的 不过这个就是你个人需要的 其实我卖大的也会卖很多 因为送礼给长辈呢 大那个呢 就得体很多 哦 OK 这个呢 什么时候 可以订 已经在订 什么时候可以有货来拿 星期四就可以拿货了 OK 第一批 因为我们是会一直不断在这些个几月里面 因为我们上年呢 就在中秋前的三个星期就卖了 因为真的卖了很多 有些客人是几十罐的 因为用来送礼嘛 所以如果你们是喜欢吃猫山王 又或者 喜欢吃顶级的猫山王 又或者 是喜欢送顶级的月饼给人呢 This is your only choice The only 没有了 是最佳 最好 OK 价钱再说一次 228 38 38 和438 那如果 明天我上来订 那是不是有九次或八次 没错 月饼也有 我告诉你 绝对输钱 因为我真的是很贵的cost 但是 都是没所谓 只限tomorrow 星期三拿货 入货就不算 OK 那如果你说我订得多的 喂 我要十盒八个装 喂 这样都少数吧 长假 又一个不个人 张介朗 赢了个冠军 哇 你真的省很多 省成差的东西 那当然你省成差的东西 可以进入我们的支持的箱 那你就会释除专辩 但是你说 我都不差一点 Belly哥你们这么艰苦经营 我都照顶 电话 WhatsApp 848 11079 你现在做这么多 记住 你如果家人喜欢吃猫山王的 喜欢吃榴莲的 一定要让他去试一下 OK 今年大家去不了旅行 怎么也有几股的草 但是 亦都因为你收入少了 有可能回升级 但是正所谓 说真的 今天不知明天是事 一年容易有中秋 与其含得冷藏皮糖 不如开心心吃冷藏 所以明天我们一会儿和张家朗打气 我现在希望他拿第二 不会 一定是冠军 为了令我破财 不过也没所谓 不是 也是有冠军的 OK 不是真的 破财也没所谓 是的 也是有冠军的 有没有其他 而且不要让他太大压力 是的 现在去到去都听不到我们这些 你有没有其他月饼 没有 我们本来打算做加能牛 我懶得搞那么多 你到处都能卖 直接索性 转心继续买我的榴莲月饼 其实榴莲月饼 我有很多索性 在马来西亚 甚至乎大陆 周围都有 但是我试过 是没有一只拍得住这个 如果你吃过 这个榴莲月饼 你说不好吃的 你回去打死我 我打死我 我打背脊 好 我再跟你含吻 你来吧 没有试过 喜欢吃猫生亡的人说不好吃的 休息一会